在家里玩也有出危险的时候 怎么会 其实在家里玩更不安全 下面有个片子 足以为证 来一起看一下 来 手机咬 拉他手 一起玩 看多佣 亲密心情也不害群 在家里玩被钻很危险 这种衣服战略 这种衣服战略 因为 爹妈靠着衣服 想要做宅男女神可不容易 不仅要超级女神 还得有她最大 不怕谁一样做小事 心一样醉 老婆总渴望买皮肤 我要满足她的愿望 别看广告 看成像 皮肤一出牌 就是要明白 从来只有磕水节 下面带你感受一下磕水节 节日快乐 那个穿白袍的土豪 不过是贵国的蒙面美女选美 一堆的黑袍女 需要看得那么专注吗 还是多多留意你身后的哥们儿吧 避养你 人家可就是你家产的继承者喽 合格的老公不仅仅要安得了钢管 最好还要知道老婆的承重 当你不小心交到一个二货的院后 你就要小心你的人生 帮忙你的悲催就是要最好 时间拉近 从一个奶奶那个辈分 咱们再往回聊 爸爸妈妈 聊到了爸爸妈妈这个辈分上 那个年代 他们都玩什么 想必那现场的好朋友和两个快乐的嘉宾 也听这个长辈啊讲过 那个时候都玩什么 就是六七十五六十年代 对对对六七十年代 我不太了解 但是艾伦应该很 因为他赶上了六十年代的 玩土讲 好 这个六七十年代你玩什么呢 爱叔叔 他真是跳皮筋啊 斗鸡 还是 玩了二十年那点玩意儿 用手劲 你三十了还玩这个呢 还有 我勾起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可能抽冰嘎 陀螺 你们可能 叫把不一样 还有女孩爱玩的 什么 跳房子 跳皮筋 跳房子 跳房子 没玩过 从小就这么危险啊 就是画 极限运动 好多小方块 那个 我以为跳房子 极限运动呢 跑房子 你中的先天库跑 做一小狮子 小狮子 超级法力 跳房子 还有什么 父母那个年代 他们都玩什么 二八自行车 弹弓 打鸟 偷当 骑 到处跑 对 下河抓鱼 上房偷鸟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家里一般 都是父母留下的 然后学那辆 然后我小时候 就有一辆那个 二八车 也就是四年 不到四年级 好像刚上 刚六七岁吧 然后我就记得 特别清楚 在一个部队大院里 有一个大操场 我爸就给我扶上去了 在后面一边扶 一边骑 然后扶上去 骑挺好 然后那个 我就绕圈骑 我爸说 那个你先骑着 我去 那会儿还叫服务社 走外部 我去服务社 买点东西 后来我爸就走了 大院里的孩子 对 然后结果呢 他因为他是把我抱上去的 他没有教我下车 后来呢 我爸脑子不太好 然后他下午 我就直接回家了 一直骑 一直骑 一边骑一边好 根本屏幕下来 快闪开快闪开 我不知道咋在哪 我怎么操当 这个好 童年去世